資料裡面學這個年齡 那這個地方你需要用到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蠻重要的 他那個函數名稱叫DATF DATF 不過特別注意那個函數蠻特別 一般這個DATF 應該是放在日期與時間函數裡面 不過你在這裡面是找不到的 因為這個DATF 我稍微查一下Google裡面是說 這個有專利權的 所以這個微軟以色 他沒有把這個DATF的這個函數 放到清單裡面 但是呢你自己Key是可以的 稍微麻煩一點點 但是是打那怎麼做 你就不能用只用選的 變成怎麼自己要打 等於這個可能要自己稍微記 等於什麼 DATF 大概就這樣 DATF OK 刮鬍之後這個他自己打一下刮鬍 需要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 你的生日 就是 兩個日期的比較 第一個就前面的日期 生日 所以你就指一個生日給他 逗點一下 第二個告訴他說 你跟今天相比較 那今天是哪一天 那你不用傻傻自己打 你打一個函數叫TEDAY TEDAY 記得後面的話 加一個刮鬍 加一個刮鬍 因為他是一個函數 他就會去 抓到今天日期 再逗點 第三個參數是雙引號 再加一個Y 再加一個雙引號 這個後面這個Y指的就是說 我要你幫我比較 前面兩個日期 相差 幾年 Y 是一有的意思 當然如果你要相差幾個月就是M 相差幾天就是D OK 所以很簡單 如果你以後要比較什麼 比較兩個日期的話 你就前面一個日期 跟後面一個日期 後面的話給他一個參數 後刮鬍 就完成了 最後的 怎麼樣 打勾 前面一個打勾 輸入的意思 就完成了 47歲 算出來了 再來你怎樣 這邊空點點兩下 全部幫你算完了 有沒有 那你算年紀 就很輕鬆了 那這個Dedif的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不只是比較 他的年的部分 他會比一下 比如說這個人 6月份已經滿了 所以他是47歲 像這個底下 也沒有11月的 有11月 那1975 跟2015 相差幾年 相差 相差40年 所以應該這個地方 如果你只有比年的部分 他應該是40歲 可是他這邊只有顯示39歲 為什麼 因為呢 他的生日還沒到 還沒到 就不算一歲 所以這個人還是39歲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因為像我的生日還沒到 所以 也不會加一歲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函數 Dedif 就 完成你的工作了 OK 但是這個題目呢 還沒有那麼容易就放過你 他之後要怎樣 年齡後面請你加個稅 47 後面有個稅 那就麻煩了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呢 他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意義是 我印象中你可以在後面串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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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串接的意思 串接一個什麼呢 你串接一個稅 稅 OK 然後再一個雙引號 雙引號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一個字串 表示說 這個多少加一個稅的意思 所以這邊的話呢 Enter過 OK 打勾看看 有沒有 47歲 就OK了 所以你 多少稅 就OK了 你不要說傻傻的 自己再打一個稅 那這個地方你當然點兩下 全部就搞定了 有沒有 事情就可以交差了 對不對 所以以後呢 算稅 請問不要 去拿一個計算機 在旁邊慢慢敲 我真的有看過有人這樣做事情 我真的是不知道說 這個如果資料少 還可以 資料多的話 有些資料都幾萬筆的話 我怕怎麼做 難怪會做不完要一直加班 所以有些主管會說到底你會不會 所以寧可說叫他 去上點課 恐怕還比較實際一點 OK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Enter一個稅 他就會有稅出來了 那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 其實坊間 但證照考試裡面呢 他好像不是要你這樣做 他要你用第二招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如果你不用剛剛那個方法的話 還有第二種方法 不過第二種方法 他實際上不是在後面加個稅 而是在格式裡面 所以你按右鍵 這邊有個儲存個格式 格式裡面呢 你可以選擇一個自訂 自訂之後的話呢 你選擇這個類型裡面 輸入一個零 零指的就是你現在這個數字 後面你再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稅 像各位可以看到沒有 上面一個範例 47稅 有沒有 就是在自訂裡面 特別是按右鍵 出現個格式裡面 自訂 然後呢 零表示是你這個數字 稅表示加在後面 中間不用加end 剛剛是要加一個end 按確定 然後呢 再把它點兩下 你會發現呢 結果好像一樣 但實際上是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呢 如果用格式的話 他實際上裡面 存在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還是47 他不是47稅 可是用剛剛那個方法 存在儲存格裡面是47稅 一個是格式 一個是真的是 做多一個字的 動作 兩個方法反正都可以啦 不過因為 考試 他是考你 後面那個方法 OK 好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試試看 如果你將來需要計算 那個稅 的話 第一個問題就解決了 對不對 現在蠻簡單的 兩下都做完了 不過我發現 真的 這兩下 如果你熟的話 真的很快 那你不熟的 我看 可能要耗很多時間 你就記得把這個東西記下來 像我把它錄影下來 造福很多人 為什麼 我youtube上面很多人 都去打那個 如何 比如說 計算那個年齡 對不對 有時候 Google會Google到我的東西 然後看一看 就因此而學會了 工作就解決了 OK 所以當然你也會 懂得Google也不錯了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開課期別 結束日期 這個是一個嗎 如果你今天在 比如說一些 像我們有進修推廣部 他開課日期 是這一天 那結束日期 是代號 你要去查什麼呢 查這個代號 他是30個小時 那一週上 三個小時 所以要上幾週 上十週 可是呢 第一週 其實就是這個日期 所以要把第一週 給扣掉 因為第一週 就是算70日期 所以就是 這個日期再往後推幾週 推九週 就是 結束日期 可是問題 光這個公式 就很頭痛了 那你有沒有辦法 做一個公式 去把這件事情完成 如果可以的話 那你很快就可以下班了 如果不行的話 你又要弄很久了 為什麼這個時候 你又要把計算機拿出來 然後呢 慢慢查 那邊 然後查來查去 OK 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一定是有的 等一下會跟各位做說明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先把這個地方 擠碎這個先完成 後來換面先往裡櫃一下 然後 結束日 這個地方就用查表 那查怎麼查呢 就是我的表格在這邊 這個是我要查詢的範圍 好 裡面的話呢 有幾籃呢 有 1 2 3 3 3個欄位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查詢的話 很常用到一個函數 叫 v vlook 這個vlook函數 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看我那個影片裡面 觀看是最高的 居然是什麼vlook函數的使用方法 為什麼 因為要查詢 比如說我今天知道 c 104對不對 那我要查他的第幾籃呢 查 查詢的一定是查第一籃 查回來的 假設是123 我要查回來是這個 那你一定要用vlook函數 就可以幫你做查表 查詢 OK 所以vlook函數觀念大概就是把 你要查的 後面 也許很多籃 你要第幾籃 把東西查回去 他就會查出30回去了 OK 所以呢基本上 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第一個 那查詢你要給他一個範圍 一般我習慣把這個範圍 比如說我先把這個範圍選取起來 不包含上面的那個欄位名稱 那這個範圍名稱呢 我就用叫做開客斑別 所以把下面開客斑別點兩下 複製一下 再利用這邊 這個範圍選起來 選他之後上面有格子 你把這個格子點一下 把剛剛的名稱貼上 按個Enter 這個時候呢 以後 我就可以把這個範圍 叫什麼名稱呢 他這個範圍就叫做開客斑別 用什麼呢 用一個名稱 來代替 這個範圍 OK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我就切回到這邊 切回這邊 的旁邊好了 我們按部就關來做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查回來怎麼做 很簡單 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什麼呢 內別裡面有一個叫 檢視與參照 檢視與參照 其實就是參照 OK 點下去 然後呢 最下面一個 就是叫 V2 檢視 就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按確定 那他會跟你問四個問題 你就要回答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LOOKUP 你要找 LOOKUP VALUE 意思是說你要找什麼東西啊 那我要找 這個東西 這個編號 那你的 Table Array 你剛剛 你有沒有一個對照表 有 就是我剛剛那個開客斑別 按F3 記得這邊有個快速鍵F3 他就會怎麼樣呢 把剛剛我選的那個範圍 自動跳出來 F3 選他 按確定 就表示說呢 我 這個東西 要在這個 後面定義好的那個 表格裡面去找 找 這邊也叫 第三個問題是 那你要找的 找回來 幫我找 幫你找回來 是第幾欄呢 我要的是 123 第3欄 你就告訴他 第 再來最後一個問題說 那你要查詢的是 要完全一模一樣呢 還是 如果沒有一模一樣 找接近 如果是一模一樣的話 記得是0 也就是一定是 C04 那如果說你找接近的 你就輸入1 找接近的是1 不過這個這一題的話 應該是找一模一樣 所以用0就可以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等一下那個 V範數 其實對各位來說 可能比較陌生 如果沒學過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流程 做完之後的話 這個 記得喔 他是問你說 你要查什麼 第二個是 你是後面這個 開課分別 我把它建一個名稱 然後第3欄 完全比對 好了之後的話呢 按確定 他幫你查出來 30 為什麼30呢 因為 你的C04 第3欄 C04的第3欄 那不就是剛好 30嗎 那我們後面還要在除以什麼呢 30 可是不是我們要的 我希望算出來 是 多少天之後 所以30 B就怎麼樣 再把它除以3 為什麼 因為一周有 一周有 三學分嘛 所以總共幾周呢 除以3就Enter 10周 對不對 沒錯吧 那10周的話 可是不對啊 我第1周 已經 已經有了 所以 要把第1周 扣掉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就把 後面再加個 減掉 1 有沒有 先除以3 再減掉1 打勾 就9周 那我怎麼知道總共是 呃 就是9周是幾天呢 你就再把這個地方 刮壺起來 刮壺有沒有 然後後面怎麼樣 在乘上 多少 7天 打勾一下 看看是不是63 沒錯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如果向下填滿 這個地方有沒有 就可以全部算完 總共 就是這個日期 結束日期 就是這個 開課日期 再加幾天之後 就是結束日期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OK 那 最後怎麼做呢 其實 很簡單 你就最後結束日期就這樣 等於 開課日期 加上什麼 這一天 打勾之後 那答案就出來了 OK 特別是 因為呢 後面這個是幾天之後 那如果把這一天 再加上幾天 之後 就算 你把它下面點兩下 全部就算完了 好 那不就好了嗎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